中美貿易戰是一個國際的議題 它也不只台灣的議題 那這個貿易戰目前將持續打下去呢 其實影響最大的可能是台灣跟韓國 尤其是我們台商呢 很多的台商都在中國大陸生產 那因為中美貿易大戰呢 這些台商可能都必須要被迫離開大陸 那至於他們想要回到台灣來 其實台灣現在五缺 他們能回得來回不來 那那個都是政府要慎重考慮的 那他們假如不回台灣來 他們往越南往其他國家去 事實上政府必須要提出一個具體的輔導 來協助他們避免因為中美貿易大戰所帶來的這些傷害 因為他們受到傷害 事實上台灣也會跟著受到傷害的 另外一個我們就必須要談的就是說呢 我們也必須要開始分散我們台灣的這個產業了 我們過去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這些所謂的高科技的這些尖端產業 當然這些尖端產業可以創造很多的利潤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這些尖端產業恰恰也是萬一幾個大國之間 產生的矛盾我們就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台灣 應該把我們的產業呢多樣化 這個慢慢地有其他的產業出來 很多大國呢都在談這些所謂的氣候變化 這些高科技啊 這麼些大的議題 事實上台灣要在這裡面切入 事實上我們的發言權並不高的 所以我那兩次參加APEC的經驗呢 我就把它定調成什麼 台灣經驗的分享 其實我們台灣過去的經驗 我剛剛講的農會水利會 我們的這個醫療 我們的這個這些 我們過去在台灣 我們都認為是一個所謂的low-tech 這些產業恰恰是開發中國家最需要的東西 然後我也碰到很多的這些日本的朋友啊 歐洲的朋友 我常跟他們講說呢 你們已經脫離開發中國家太久了 你們已經沒有這個記憶了 可是台灣呢 剛剛好介於你們跟開發中國家之間 所以我們對開發中國家的一些記憶 我們的一些產業 事實上對這些開發中國家 事實上是有幫助的 那因為這樣子 假如我們可以變成 這些比我們更先進的國家 跟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橋樑 再順勢把我們的這些傳統產業 還有價值的產業把它給推銷出去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避開中美貿易大戰 這個讓它的這個影響降到一個比較低的程度 但是回過頭來講 我覺得是政府應該要更積極的輔導 這些因為中美貿易大戰的這些台商 跟這些產業如何協助他們轉型 如何協助他們趕快走出這個陰霾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政府該扮演的角色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 其實有很多的台商到大陸去 我覺得事實上也協助大陸走過那樣的一個轉型 但是我們也不可諱言的是 很多的一部分的台商是污染人家的土地 利用人家的廉價勞工 來賺取這些利潤 我覺得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可能行得通 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所以我當初在台北線的時候推的是清潔生產 當初的構想就是說 希望利用我們台北線當作一個示範 把我們的節能產業做出來 然後讓這些產業從台北線影響到全台灣 然後進到大陸去輔導台商 利用台商再進到影響到其他在大陸的 其他的這些滑商 另外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會達到雙贏的 假如說我們從2008年就開始做的話 我相信兩岸的關係一定會比現在和諧很多 我相信很多的台商也不必被迫離開大陸 所以很遺憾的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原來寫的那個proposal是2008年寫的 我們失掉11年的黃金的時間了 我覺得說我們今天即使現在來做 我也覺得說往前踏一步總是往前踏一步了 不然這樣一直蹉蹉下去 我們最後的結果是輸 大家都輸 而且台商目前看到的現實是 台商是一間一間的被迫離開大陸 我覺得我相信這個也不是大陸樂見的 我也不認為這是台商願意的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今天應該趕快 這個台灣的政府台灣的產業 台灣的這些好的先進的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落實協助台商 讓台商實施清潔生產 進到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然後把這些技術呢在大陸讓它生根 我們希望未來兩岸我們有更密切的這個工業的交流 商業的交流 市場的交流 我覺得兩岸 兩岸來談節能減碳 來談清潔生產 來談降低物霾 來談房災 我覺得這是最沒有爭議的 假如我們從這兩邊來著手 假如我們可以非常和諧地共同面對這些問題 等我們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以後 你會發現我們的所有的產業都綁在一起 這個時候你再來談政治問題 事實上那就迎刃而解了 水到就渠成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智慧 把一些有爭議的政治問題先把它擺一旁 大家務實地先解決我們兩岸共同的最大的抵權 我希望2020年我們會有一個新的政府 會有一個明智的政府 知道怎麼樣營造兩岸的雙眼 所以我是覺得時間也快了吧 就這樣一點嘛 大家忍耐一下 那現在剛好這一年的時間來做準備工作 我覺得剛剛好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準備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David盧 今天很開心 那個李教授來到我們公司 而且以他的名望 哇我公司都爆滿了 而且呢 一霸不能 大概從一點半兩點到現在已經將近五點鐘 那大家都還不走 拉著他照相 還有很多的問題問他 原因是什麼 大家都希望台灣更好 尤其兩岸的關係我們當然很關心 不過我們希望兩岸就像兄弟一樣 互相的幫助 互相的合作 尤其在這個中美貿易戰之下 怎麼樣 來更有密切的合作 比如說 簡單的來講 比如大豆啊 很多的農產品 我們也希望透過台灣來加工 發展 然後 再銷售到東南亞 甚至 中國 那這樣的話 大家雙贏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願望 那今天 很多的來賓 我們也都結交為好的朋友 那希望在美國真的很不容易 可以一起幫助 互相用愛 互相的扶持 在這裡生存 互相的幫助 非常感謝 今天 這麼多的好朋友 又結交了老朋友 好朋友 而且 就是以後未來的我們合作夥伴 非常感謝